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东西 你就发现了东西 每一个不舒服都是你带着夜里在做 你不舒服那肯定是我们夜里危机 否则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就算它在旁边发生不在你的心里的体验之中 你没听懂这些 这就是修 但是先修缘通吧 修到一定时候你就听懂 我说的是说 比如说这就是修行 你在你那个环境里 比如佛说 金刚经说这个世界有梦幻泡影 他说世界不是上帝生的 也不是缘起 诸原俱足就生 他是本无生 佛是讲本无生 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 是每一道众生的夜里不同产生的 就是因为带夜 随夜发泄的 在真空里随夜发泄的 比如说水 就是人道众生发泄了在真空中 佛性里面发泄了水 你看真空里面有水 就是世界 你看到水 恶鬼道看到羊叶 天人道看到是琉璃 透明的 他就可以在上面行走 他不是水 龙旧看到是空气 是他的家 就是同样的水 到底这个水存在不存在 因为不同道众生发泄了不同的东西 同样对水 有的看见是水 有的是看见火焰 有的是看见羊叶 就像汽车跑路上那个羊叶 所以他口渴 饿鬼永远喝不到水 没水嘛 他看见水 水就是羊叶 所以不同道的众生发泄了不同的东西 我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的世界是什么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 你的世界叫五作恶事 所以你看到了水 看到羊叶 看到空气 或者看到琉璃 是因为你的夜里不同 眼睛所以看到的不同 今天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哪 到底看到了啥 那就是修行 你知道吧 我就说当你看到 我们现在互联网的时候 看到沙咽的时候 我们总是带着沙咽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看到很多沙漏 然后那些沙漏一定会 让你感觉到很痛苦很伤心 你会体验到被杀 被伤害的痛 就是我们是带咽的 就是带着夜里的眼睛 夜里的耳朵去体验这个世界 修行就是清静嘛 就这样绝招 你必须了结这个道理 然后去绝招 你就知道 每一个维系的 都会诱乏那些逆缘 就是说 你这样想那些善缘就熟了 你那样想那些恶缘就熟了 就绝招起心动念 为善小而不为 比如这些人说 我切磕都切磕过了 我在这个 那就在你的世界里看到了金钱嘛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做生意 想成功 那你在你的世界里嘛 你一直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小猪是小猪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那你的世界里 当你看到这个金钱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有钱嘛 有钱有财是什么 你会发现 你要是追生生世世 你看 他在生生世世里边 他的第一次才用这个报就熟了 第一次报熟了 就是阻碍这个 因为我们有很多赛报很多恶报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 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 让你的赛报不停的熟 让你的恶报不要熟 因为我们不可能消完的 把恶报一个一个干完 不可能 休息也不可能 所以恶报不要熟 赛报不停的熟 但赛报靠散念来嘛 你散行散念 如果我们从里边发现了钱 其实是 你布施过 就是佛不是这样讲的嘛 你修布施不是就 就会 因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是 另外一件 当你布施他就这样不是 就赚回来 他就是 当你发现钱 修布施为啥说有财嘛 他就是 你给出去的钱 就像那个 宇宙那个抛鞋 就自己又掉回来 但是 但是这个 为什么有的人说 我给出去就没掉回来 你给 我就被骗了 你就 当然说这个 不是从人道的角度下来 就佛讲的 你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 你不会走出自己的世界 你世界很大 三千大千都是你 你这样给出去 然后呢 他就会足有钱 但是呢 他赚回来 你必须中间有一些赛源 然后让他赚回来 这个能够逐渐到达赚回来 否则 但是在赚的过程中 他要回来的过程 你有很多力量把它把它推开了 那他回不来 所以 所以自死自主 从私心到终结 在佛学里面很重要 就是 最初的发心到最后果 就是你在中间就 不要去 就是 要圆满 就是 我们祖师 但是最初发心是好了 但做的过程中 他这次们已经缺贩 然后等于是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功德回不来嘛 总是功德回不来 就最初发心我是 哎呀我要做这个 做那个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他这么一犯的时候 等于 这个功德始终落不回原地 就是回不来了 就是出去 但是有的人 最好善报多 他其实我们 他就这么来这个都有嘛 是吧 就是他做 但是善报超越了 他这个 也把他回来 他总会落回来 这是佛说的 他是一个因果循环 修布施修慈见能的采定嘛 他其实 修行也是个因果嘛 你得佛果也是修行的结果 他就能看见帅卦 就能看到你的 这个善元要熟了 就是你 我们有很多善报 每个人都有 就是你尽量的 让你的善报熟 让你的恶报不熟 阿罗海不是 也是离去去逃出去 他也是 他拼命了这个世界的目的 也是怕恶报熟了嘛 怕葬到的东西熟了嘛 其实他也有恶报呢 善报熟了你就开心嘛 就是你没证过 每天喜悦嘛 恶报熟了就不开心 还有他 我看有一个 有个人 他就每天 他很抱怨这个世界 每天活着一大堆抱怨 而且全身也有病 他活在这个抱怨里边 你会发现 他这个世界里 比如你看他的世界 他是个 他是个自我的世界 他这个世界里有很多 约情在主 很多约情 你能甚至能看到他们的图像 信息是不灭的 那些约情在主 早就投胎给他不认识了 不可能找他来报仇的 但是他生生世世 轮回的这个 这个意识 他这个意识 不提升是轮回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轮回里边 神生世世轮回里边 有很多的 就是信息里边 都是他曾经伤害过这些人 就是他以前可能打仗啊 就杀过这些 杀的时候可能 他杀业就很重 然后这些人就一直抱怨他 就这个信息就没面 一直追随着他 就是他杀的时候太虐杀 就是他杀的太残忍了 那些乐器啊 就一直充斥在他这个世界里 就像那种北京的雾霉 就充斥在这个人的世界里 你看他那个 然后他的气脉也转不了 就整个世界全是乐器 然后这些人的乐器 就停留在他在这儿 所有的都是乐器 这些就围着他 围着他一堆乐器 然后你知道他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他到他抬起眼睛看外边这些人的时候 他看见谁也反 而且你对他好 他也觉得你是有目的的吧 哎 或者是你看看谁反谁 就是就就怎么也修不过来 就怎么也改不了了 就看见 而且不信任所有的人 觉得所有的人都是 而且负面的信息记得很老 这一辈子经历过的 好的事情他不记 不好的他全记住了 只要一张嘴他就说的是坏的事情 就是说曾经他就讲那些痛苦的 但是这个是改不了的 如果是他要是 除非他休息说休源头 如果没源头的话 他要改 首先第一步就要清理这些负面的 就是这些别人对他的乐器 但这个别人早就投胎落回了 不可能是真的有个东西 付他身上找他算账 不是的 是那些信息不灭 生生世世那些信息跟着他 这就说只有夜随身啊 夜里可以跟着我 当年他杀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的乐器还在这里 那么其实 此时此刻他要是个修行者 他不是现在在修行 他要清理这些乐器 他就是忏悔 他又会对不起啊 其实这个世界里就是他 这里边的乐器组成他的世界了 其实他是向自己忏悔了 因为这些信息也代表他 代表他的一二病 所以他表面上看见 他是出这个东西忏悔了 其实这是他自己现在 是他的信息的一部分 是他世界的一部分了 已经是 所以他说 对不起 我当年是不知道我杀你 我现在知道了 我就深深地忏悔自己的无名 就是说当时 因为音乐具足了 谁知道上战场打仗 那就忏悔忏悔忏悔 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别人的时候 他就不要抱怨 就看见 他就逐渐地说 哎呀我抱怨他的时候 曾经我这里边有 有乐器 所以我才抱怨他 是好 我今天不抱怨他 我的乐器就少一点 我不抱怨他 我乐器 那对外边不抱怨的时候 他的乐器就越接近 这就清净了 到他所有的乐器清净的时候 他在这儿就看到了极乐世界 那他的世界如果是极乐世界 他坐在这儿看出去 这个世界就清净了 这个世界有没有啥也还有 战争啊文业还有 但是他坐在这儿就是很清净 就是佛嘛 就成就了 他的世界就成了极乐世界 但是他不影响他活在五着恶世里 是他的心清净了 他把这些业力还完了 其实他所有的怀度 还是在自己的世界里还嘛 还有就是他随着修行 他不一定清理完 但如果他这一段时间 正好是乐器聚过来了 那你千万不要在这个世界抱怨 因为你在你的世界发现了什么呢 一定是你业力里边带的东西 你的业报熟了 他才在你的世界发现 佛不是说有一句话说 就是到最后修行都是自己的问题 你会发现 供业会 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在天上发现了个贴灾的像 相连的另一个国家的人 整个国家都看不见 因为都是在太阔里 怎么那个国家就看不见 这个国家就 因为这个国家有供业 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贴灾 就是地震啊 瘟疫啊这些 那同样生活在 几十里之外的那个就没事 那个国家也看不见 甚至连那些贴灾变相都看不见 世界是个幻景 是我们的心随意发现 不是说你是什么样的 带着什么样的业力去 你就会在这个世界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什么 所以所有成道者 他因为心清净 他业报清净了 他六个清净 所以他看到了清净的世界 我们带着业力越重 我们看到了五着恶是吗 成道以后清净就是把这些清理完 而这些需要一些功夫啊 修正就是说你的六根啊 突破维度啊 这些都是修正 这也是消业嘛 清理完业里 你就是圆满的 所以一切都梦怀泡营 但是呢 这些业随身 因果 你否则自在不了 你咋自在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那些人 真的找我们帅长 那些虾啊 鱼啊羊啊 真的偷他过来找我们帅长 我们吃了人家了 大是个蚊子 蚊子会找我们帅长 不是 是所有的那个 对方那些痛苦那些信息 会跟随着我们 会停留在我们的 我们是个语言的世界嘛 跟这些万物结下的那个语言 那个信息 就在我们的世界里写线了 然后我们带着那些信息 看这个世界 我们带着痛苦看这个世界 你怎么能不痛苦 你本身就带着痛苦看世界嘛 你带着一大堆乐器 痛苦抱怨 所有的那些伤害 看世界 比如你带着痛苦 带着抱怨 带着乐器 带着伤害 带着伤害 伤害理理的身心 看一份爱 你试试 你会觉得那个爱 那会有真诚的东西吗 你带着夜报的世界 看佛 佛怎么能爱你呢 大家说修忏悔 大家说 我没犯错 我不知道忏悔啥 你的世界里一大堆夜报 那都是错 那怎么会不忏悔 因为你的世界里不清静 因为物美啊那些东西 那却是神生世世我们做的 你不做怎么会有夜灵呢 你伤害了别人 你曾经也对 最爱你的人伤到他 现在这个世界才看不到爱 你也曾经伤害多 生生世世 比如说 你伤害过你妈妈 你爸等等 就是爱 或者有的 你知道有些动物 不是有一种虫 他生下来就把他父母吃掉的 否则他不能活啊 就那种的 就是不是 就吃了他妈 他妈生他他就把他吃掉了 他那些信息都会随着我们 生生世世 他信息不会灭 就带过来 除非六个圆通 然后呢 然后你心 了无罪 不在分别里边 所有的夜魄 就消失了 不然你要一个一个 还不完的 只是在修行路上 为什么经常接山鱼 还结果的 只是说 在修行路上 在你没成佛之前 尽量的不要让他熟了 不要让你的恶炮熟了 你就没障碍 你走路啊 你走路啊 你分别出来的 非常在意的 这是你干过的痕迹 干过的痕迹 自己很在意的 你不在意的也在哪 在意也不在意 有的是无记忆 有的是在意的 有的是有业力嘛 有的事就是说 你在意或者不在意 就是无意证做的 就是无意证做的 都是都有 你心里心的 六个的生命轨迹嘛 都在你 听过的 说过的 看过的 心无分别的时候 不是说那些东西消失了 是那些东西不在意 你就是正如无分别境界嘛 心无分别的时候 首先要六个圆通 无分别的时候 那些事件还在 那些信息还在 但跟你没关系 因为它是众生的 也是你的 因为你活成一切 你成到以后 你能活成外物 就已经不是只是 你是真先生一个 什么都是你 就圆正佛果以后嘛 所以你的信息不会影响你 就算你生生世世 我每天伤在场 每次都打仗 杀了很多人 那些也没事的 那一次地就死了多少人 那天地下 就杀多少人 所以佛就一直说那句 你了解这个宇宙的元气 你看到的 跟猫 猫狗也 一只狗 它的世界是什么 一只猫它的世界是什么 一只人 一个人它的世界 一只老虎它的世界 每个动物都活 每个生命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 然后我们走不出去 其实我们走不出自我的东西 走不出去 你一定不自在 一定被所控 你就了解了 佛说的那句说 万般带不走 只有夜随身 走到哪儿 时时刻刻控制 夜里 其实我们比如说 我们为爱孩子 爱妻子 丈夫 或者什么家里 其实他们又不 时时刻刻跟着你 那份情跟着你的 是你的认知和执着 你坐在这儿 你一大堆东西 是吧 跟着 这不业了 对情你分别执着 对爱分别执着 对名分别执着 那都是夜包 他就时时刻刻 每时每分每秒都跟着你 都影响着你执着 随身 随身带 我们随身带的东西 现在 钱也不带了 咖也不带了 现在我们当老板的 咋也不带 该吃也不用干 在夜里随身带着去 带着吃啊 但是当你无分别的时候 就这些夜就是功德 一旦修正成功了 一下就转成功德 那是圆满的功德 就是成道 什么标志 无所不知 测万法源 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标志就是四线六根圆通 圆满通达 你现在是有局限性嘛 你才分别嘛 是吧 你有死角 你才有毛区嘛 也跟圆满通达 突破所有的维度 突破所有的局限性 极限 二根六根圆通嘛 你成道是哪 这六根成道 神通居主 测万法源 无所不知 自在嘛 大自在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 你不影响你啊 而且生死自在啊 可以走可以在啊 然后你 甚至你的身体可以得病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幸福的生活 生老病死 就算你期末没转了 你生老病死还会来 不代表你不能幸福的活着 难道你不病你就幸福了吗 所有的都是心在那执着 你心在业力里边被控制执着 但是我们一说业好像是个坏东西 其实也不是 你的分别执着就是 你为什么分别的 其实就是业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 哎一听我们就解脱了 有的死活解脱不了 说哎呀人家要在的在那儿 来着你 你解脱不了 这不出不去嘛 你在你的世界里 没啥你一看这个世界 看谁也讨厌呢 是吧 看谁你有业力 所以你看谁也讨厌 二哥不远头 一听 一听人说话到烦了 我们六个带着业 就是我们叫业报神 业报神是怎么来的 不是我们生死是自己搞的 哪来的业力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该伤害的都伤害过 该骂的都骂过 就是我们能 能杀到的就是全干过了 是吧 我们吃了多少东西啊 我们说杀业太厉害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杀业你要想不 你要身体好不得急 不你首先要去停下杀业 所以我不是经常说 大家先吃素吧 先出这个开始 你说我没杀人 就是个善良的 那所有的 你站在那个屠宰场 那些牛啊 那些羊啊 那些鸡啊 那些鸡啊 那些东西啊 哪个不疼 哪个不需要抽筋 把剥皮啊 哪个没有神经啊 哪个没有情感 我们不是无度于住 等到杀了回家煮吗 站在那快点傻快点傻 你说你没傻眼 谁信 当然我们也被他们剥剥皮冲过去 也伤过嘛 所以我们那个痛苦的角色 始终那些信息就不灭 然后我们今天又傻他 他又傻我 他又傻我 所以为什么要吃素 清理这些 对不起啊 你一旦听闻到佛法 你就也说是对不起 虽然我们还继续吃 但也应该说是对不起 所以我没办法 我觉得在这世界身处 我要陪课 我要谈生意 所以但是呢 我还是对不起你 你看我 还是吃了你 那有一天我成道 我还你们 要命给命 要啥给啥都成了 再说 你不要来我嘛 他其实不是他们主都来 是你的世界里 带着这些信息 带着被杀的那种信息 然后形成你的世界 有时候修行 你的世界里有什么 你的世界里真的有什么 你在这个世界里 会见我觉知到什么 你如果只有爱没有要求的话 你的世界很快乐 很平等很快乐 没有恐惧 但这是理论 但是要求源头修 源头才有力量 你六个突破无所不知 你就有力量 这就是 就没有死角 毛区 现在你坐在这 其实你恐惧的是那个角落 因为你看不见 你就 你就 当你面对那个角的时候 你就怕 因为人是恐惧未知的 死亡 是未知的 他就怕嘛 我们属于永远恐惧未来 就是怕 永远有危机感 就是怕嘛 怕未来怎么睡 其实大家都挺善良 就是怕嘛 但是怕是因为什么 你坐在那 你看不到那边 当如果你是在那边坐着 一下子俯视了整个桌面的时候 把所有的都看起 你就怕 就佛是站在那个角度看世界 他是俯视三千大千世界 但那个就是六个圆通 就圆通嘛 你看了眼睛就是二根啊 眼根比对圆通 所以观世纪承到以后 他就马上就说 十四无为力嘛 然后三十二化神 入诸佛国土 就有力量了 就没有死角 没有盲区 力量就出来了 不担心 不怕 有些夜宝熟就熟了 我们也没办法 那谁知道谁是自己干过啥 没做过老虎 做过狮子 做过什么 也做过小兔子 修过羊 是吧 我们也做过鱼啃 但是熟就熟了 也没什么 一不小心熟了 完了这辈子 那下辈子再来 再修 其实修行 不是说 你一定要辞了职 是有时候问问自己 就是说 你的世界里有什么 你每个人活在自我的 如果你的世界里 全是痛苦 全是委屈 全是别扭 全是憋怯 那么真的 你真的应该清理一下自己的业力上的东西 甚至是你经历过的 可能算是你杀过什么 或者经历过 你要懂得去忏悔 还有我们的世界 真的是 你想把 让你的世界 让你的世界变成什么 也是有需要修行的 就是 还有你在你的世界里忙什么 是继续在造业 还是还是已经在清理了 是吧 你在世界忙什么 问候你的世界 你在你世界里忙什么 也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怎么结缘的问题 是吧 你在社会上做事 你就肯定是 行行设设的 是吧 是 我们总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习惯了 但是我们带着六根去做事的时候 所以你要 别做事别修缘通嘛 我不是今天说修了眼睛 闭关修缘通根嘛 如果你带着缘通 就是 就是 无分别的心去做事的话 你成就不一样了嘛 你也在结善缘 也在生气 也跟 也要可能跟小祖吵架 两个带着无分别的吵架 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或者是 或者你也谈生意 但是感觉就不同了 他根本不是意识层面说 放下无所谓 也不是这种的 你没有无所谓 无所谓这种 但是该做什么 但做完就放下了 自然的就放下了 没有说别人说 哎呀我放不下 放下放不下 做完就 过去不留 无来之一过去不留 你自然就做到 你一旦破了 刚开始第一层面 本能的分别 你就 二根破了 眼根 鼻根 嘴根 全部破 深根 就一层一层 破这个破一层 其他也破一层 这个破一层 都是一起破的 修行刚开始修静坐 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停下来 那停下来的不是脚步 是心啊 就是你要停下你的心 而不是停下你的脚 就是说你 形式上的停是没 就是该工作 该谈生也行 但是有时候 哪怕有几分钟 坐下来就清醒 但是做事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确实难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做到心里 心里舒坦不苦就很好了 是啊 嗯 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有啥怕的 是吧 你有啥吗 呢 有啥呢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